第七場賽事的二班一千米直部賽 歸內不是很多跑這一個路程的二班賽 看看升班馬就有1號緊張大師 上次在特五分的賽事都贏掉 所以這次交了12分 還有升班的7號全勝和9號的精彩勇士 出馬少許 個個都知道緊張大師這麼快 當然是他帶頭的 是吧 還有一些可以跟著他的什麼馬呢 這個全勝 精彩勇士 這兩隻 都快的 全勝和精彩勇士是根據的 經典之星現在可能快得快不起 現在不是很快 反而升班嬌快不快呢 即是馬沒有狀態 聖畢嬌他不會跟他鬥搶的 鬥搶就更加壞了 他不夠跑的 即是不教人搶的 沒辦法的 他都會盡量 你想拿些不懂的獎金的話 你就不要跟 別跟他鬥快了 其他的當然在後面 那些很好學習的那些可能都跟不到了 跳嬌世界OK的 有得跟的 多加星神當然是後面上來的 平海掌星那些 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了 最近狀態好像很長一點 很參差的 因為這些高班短途 長期以來都是 短途就是一千 都是跑熱門 正路馬的多 那這場呢 我不知道哪個大熱門 現在來講 每個人都在想的是緊張大師 我又不是覺得他的能力是最高的 因為跑一千直路 我覺得當家精神 跑一千直路才是最厲害的 還有進步空間的 看看當家精神 怎麼跑 一千直路 當家精神 其實季內都贏過的 看這場三班的賽事 他贏了什麼馬 隔離的松草成名 上到二班 爭情都可以 如果你看這個松草成名 打算出頭先的 但是當家精神 最後爆發力衝上來 都贏了隔離的松草成名 還有後面那些 美影楊飛在三班 也是挺好的馬 近期一個大閘 找了何宅搖跑 這隻後上的短途馬 偉達就知道用誰的了 同場試閘 還有一些高分馬 抓到拜神那隻就顯心聲 但是你看當家精神 非常輕鬆 不斷騎也不用騎 不斷比兩步 都已經贏了 後面那些馬 側身馬 架勢有些奇法 一千四路真是零射厲害的 這隻馬 很有趣 跑轉彎 無論如何都是蝕底的 問題多貨 看到這部落草地的 很慢的 功夫 很慢 跑開的 這些馬狀態方面沒有問題 只要是因為試完一個大閘而已 所以這隻馬可以的 我覺得跑一千直路 尤其是三幾隻快馬去搶一下 他更加輕鬆 因為馬小的狼容易拿位 沒有那麼容易堵 好跑一些的 另外有一隻馬 都很厲害的 一千直路 你知道他跑得很不可以的 全盛 馬最近狀態來得不錯 不過看他厲害的時候 都要怎麼跑 他一千有能力的 其實看這一場是三級賽的賽事 那些對手當然很兇 有八千絲很眼光 那看全盛在這裏 雖然他又沒有份爭位 但在這裏騎下去 末段都有幾步走下的 跑一千 你知道那邊當然是差一點的 怎麼都吃虧的 全盛末段這裏叫做跑第四 第四都篤定的 輸給八千絲是過去幾身位的 那這隻馬早上很肯走 加上田泰安那些僵繩 好像很嚇人那樣 他說大大隻 早上火車頭那樣 很吸引的 你看他 田泰安和這隻馬就很合的 這隻馬保養得好 他其實都跑了很多的 他都紅布的 B布的 但是呢 因為這隻馬出爐不多 所以他不會 不怕說搏傷 不怕說搏壞 只是沙田一千席路才有辦法的 其他那些都 試過現在硬了那些 但都不行 始終都是搬回來一千席路 那隻馬 及時迫回那隻馬 可以說 所以呢 不要看輕它 輕綁 絕對不要看輕它 還有田泰安最近這幾次 快跳功夫全部親自上陣的 那他和這隻馬合作過四次 兩冠 一個賞名 所以呢 所以找到田泰安都是搏的了 看看這次可不可以輕綁出手了 還有什麼其他馬要選呢 跳出世界的馬呢 雖然有些退步 但是呢 他好像都 又不可以退得了 你看看他近期 表現都不是太差 你看看 那看回跳出世界 和傳統經典之聲 聖筆嬌 那些一起跑的 後面也很好學習 那如果看回跳出世界 其實跑千二都未曾好過的 但是看回這場 跳出世界裡面 騎一下騎一下 又沒有被其他馬拋掉 那見到呢 在前面那些 外面衝上來 就風火戰區 也都跑第二 那些暖將李森 都是一些很準成的馬 是沒斷被少爺仔 在外面趕過 他這個第五都近的 那看看 這波在前面 後面那隻健康快驅 一前一後 最前那隻就不關事 那不是正式拍跳的 好 再來一波 一前一後 跳出世界 又是一隻大隻 這隻健康快驅 最小的 矮身一點 兩隻馬都是 不用懷疑的狀態 OK的 這隻馬雖然說 年紀相當 也有些退步 但是呢 招一千直路 加上雷神 都不要聽它 那還看回這隻緊張大師 這隻馬都是很厲害的 有個數據 緊張大師 是呀 機哥剛才說 不知道它是不是大熱 不過這隻馬 出了都很野飛 每次都成為大熱 現在都應該是熱門來的 那看回 原來今季 爾班華爾唱 包括吸制賽 跑一千直路賽 但原本成績又不錯 一貫一雅兩季 全部都上名的 勝出率 就是四分之一 這次 這次 寬鬧不奇 這次 最近這馬跑得好 都是在跑馬地 真的 在三年跑 好像不是很厲害 看回這場489又如何 跑馬地 就可以一放到底 可能這隻馬加上交叉被枯 叫做放鬆了少少 因為以前好像不太抓得住 或者有馬騎著 它就 會不斷 可能有少少力弱 但這裏不是 早一段做一個正常的補足 不斷打下去 那隻馬 都掉了後面的對手 表演賽 在跑馬地 遇上那些對手 看看最近 這場第一集 看看這部泥集 專門搜尋少少 也都見到這隻馬 其實都沒有什麼 五點旗 輕輸暴投的聲音 這些快馬 最後都是輕鬆贏的 這集 當然是搶鏡的 贏著那些 都是一些側身馬 白路高超那些 速濟騎兵都試回一閘 總之本身的狀態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這馬的 一千直路 現在的能力去到哪裡呢 我又不覺得它 厲害到完全壓倒性 狀態是沒有問題的 我不懷疑的 不過呢 我都不敢說 不拖牠 不過你說這隻馬 如果整身大熱門 我就不拿牠做膽了 老實講 我就拼了這些 有得追那些馬 就是當家精神 看看追不追到牠 看回上次 緊張大師 贏馬的姿態這麼輕鬆 為什麼潘頓又不選騎這隻呢 那就落得到蝕恩手了 緊張大師 潘頓就選聖畢 當然聖畢 聖畢之前那些賽者 都在菊措那邊拿到 聖畢不夠這些馬跑 聖畢不夠這些馬跑 不會有些機會撞到進來呢 不厲害的 聖畢是這樣的 跑馬地盼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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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騎師現在黏著 威哥馬房都很多馬贏了 是啊 現在都越來越 算多合作 還有一隻 其實這場我覺得 真的撞太好的馬不多 有一隻就是精彩勇士 雖然都是三班頭馬 會撞到這三四重彩腳進來呢 也悶悶的 悶悶的 這隻馬呢 就路程當然是沒有問題 對 我經常都說這一馬一跳鐵跑 1千、 1千、2還是最好的 就是 actors 他就不聰明 轉彎不好 他總是發揮不了 不知為何 他那隻軍速的短途馬 這場馬鬥快 他不夠快 鬥拉屎 他未必夠衝 所以整體來說 這隻馬真是輕綁 當然還有一個蔡明紹很聰明 蔡明紹有詞 能人所不能的 很厲害的 蔡明少剛剛都拿到騎士王 這個真是很聰明 現在高東來的徒弟 徒弟都借了你這傢伙 不是開玩笑的 不過他這個 找不到什麼特別支持的 很有趣的 一個個人的 比較來向一點 說回徵取勇士 其實在這裏不夠班 你想想他之前 贏不贏楊飛也是靠告掉他 當然也有一點點擠碰 你說如果美影楊飛白在這裏 都可能不太夠跑的 所以這場就選擇一些在二班 或者當起的馬 如果我們選擇膽的話 選哪隻好呢 我都是喜歡後面上來的那隻當家精神 這個馬真的一千真的很厲害 還有多少一手 這次看得多些了 那這場我們用五號的當家精神造膽 拖回七號全勝 四號的跳穿世界 還有一號緊張大師 連贏及位置Q共六注